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 你觉得呢 就是如果根据刚才那网民的问题 你觉得马华就是 马华有人在这个就是政府里面 是不是会有是做不了事情的 还是真的是有帮助 你本身在华里会跟你关注 华文教育的这个课题这么久 在这方面来说很肯定的 马华有在内阁的话 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 其实在这个一段时间 当马华不在内阁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面对的问题 部分可能会受到解决 也有大部分解决不了 因为有关的副部长可能也不按华文 所以对华文的文化 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了解 各方面有不同的观点 就比如说统一国文书本 当马华不入阁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强调说 要统一国文书本 所以说华小 淡小和这个国小都统一国文书本 当时的时候 当时的副部长就认同这方面 包括我们的印度大胸部长 副部长 对 我记得当时的副部长还跟我说 是说 你是否能够去说服 去说服其他的政党 就包括民政 还有有党 让他们接受统一书本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下 马华不在内阁 就在发生了 还好 幸好 所以说这是因为马华入阁了 所以才由我们的张神文副部长 以及基我们的 大多税率加强 带进这个 跟内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今天已经变成 已经一个事实了 就统一书本 但统一书本 都带来的后果 还是蛮严重的 但是可能我不方便讲 大家趁这个机会 我要制作为这些 HPM 这个华销生 生严的 就是说 要帮他们生严 对生严 就说我今天有带到这个 这个数据来 这个数据来看看 这是基隆坡中华读中 考A的 中华读中 是名校 这其中华读中 是双轨制的 是说 你读中 同考 但是你也要 报读报考 这个HPM 华文 然后我们来看 2014年的人数 2014人数 他的哪A加的是 43人 43位学生 2015年就是今年的成绩 5位学生 哪到 跌到只有剩下5个人 才不能读 才不能读 对 你看他的A 对 100位 至少2014年 跌到2015年 34位 这种情况 谁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你说考试之 考试之外 可能他有一套SOP 但是问题是 很多东西 可以有人为 嗯 所以这个所谓的阴谋论 是吃不开的 除非是说能够 刚才说YB 在接受下来的努力 将整个系统改了 透明化一点 这样子的成绩 让你们不得不怀疑说 有阴谋论的存在 对啊 就是说我们看公教中学 也是个名校 公教也是名校 国民型中学 超我们超 performance high performance school 这一方面 这个学校 对 他们解释 对中华文化 那边是很强 很强盛的 这个整个学校的学习环境 他们的 就是说英文 你看英文他们的考生 525位 一家人数174 是说 华文 也是同525位 拿到一家的是区区的 是有区区两位 两位 是说0.38 这种情况 让这些学生 让这些家长 情何以看的 去接受这个事实 500多个人才两个人拿一家 对啊 这个情况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 很谨记的时候 刚才也不是说 YB所讲的 只是闹一阵子 其实我们就是说 背水一战 你们不是闹一阵子啊 你们是闹一整年吗 不会再一次 我们这个是 这是不会啦 我们是背水一战 所以说 我们就是说 事不低头 永不延期 我们一定会跟进 你们不是情绪化啦 有人指着你们 没有啦 我们是所谓的就是说 受够了 我们的学生一直 是一年又年的 一代的一代的受残杀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复原这个烂制度 烂制度 对 这个考试级这个制度 是不能接受 当然我们还是 没有 我们没有至于 YB升文的能力 我相信 在他的能力下 这个可以解决 当然 另外一方面是说 我们也在上个星期 接见了来自中国的教授 OK 他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考文 他说不可能说 在中国来说 一般上 他们都会 他们的所谓的 缺分点 都会在3-5% 让学生能够拿到A 哦 35% 3-5% 3-5% 3-5%就糟糕 3-5% 就是刘华财和王宏财 这个 YB最敏感一点 OK 所以说 3-5% 他们会保留 这个切分点 就是拿到A 这下来 一步一步这样的情况 因为这说 你不能够 固定说 90分 80分是拿A 因为 每年的学生 来源不一样 考试级也不一样 所以他切分 就从那个 他的 他就会保留 保留到percentage 来保留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看他就是多少分 而是说 我希望可以保留 多少%的人 对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批改 就是说 我们批改真的太苛刻了 太苛刻了 对 就是说 他在中国的批改的话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回答的时候 就比如说 你多讲一句的话 你会扣分 就是太糟糕了 多讲一句 会不会把意思 全部弄错了 不会 就比如说 我再做个比例 你可以做一个 你说今天这个房间的灯都关掉了 你有什么感觉 当然我感觉到 黑暗 黑默默 我什么都看不到 黑漆漆 你说 黑漆漆的 就像你说 我感觉到 我们叫做 阴风 阴风阵阵 阵阵 阵阵的感觉 你会感觉 那一句的话 可能有扣分 阴风阵阵 要扣分 多加一句 因为你多加一句 你不需要讲 画蛇天竹 对 因为他这样的感觉 你关到灯的话 在冷气房的话 看不到东西的话 我会怕了 自然这样怕 会感到这种情况 所以他增加到一句话的话 他就扣分了 所以他在中国 这个不会扣分 可能你不会加分而已 他认为是说 一些你现在的回答 是没有加分 因为你多写也没有加分 但是对扣分来说 是太苛刻了